任何一型装备要走向战场呢 都必须经过实验场的重重检验 这里是定眼汽车实验场 要对所有新型均用轮式车辆进行打关 那这条长十公里的越野路呢 也是其中的一道关口 越被称为极好的坏路 所有的车辆要在这里 安全行驶六千公里以上呢 才算合格 这段越野路是自然形成的山路 途中遍布着陡坡 水坑 乱石路等不同路段 驾驶员要驾驶车辆在这样的路面 以每小时25公里的速度 连续行驶四个小时以上 目的是考验车辆底盘的强度 越野路我们主要是考核车辆的一个 越野通过性和车辆的一个悬架的一个能力 就是底盘的一些 底盘各方面的一些强度 如果说它不达标的话 它可能会遇到比如说像底盘开裂 或者是像传动轴断裂 这些问题都会发现的 在这里进行测试的所有车辆 都是没有定型的 性能也不够稳定 对于驾驶员的素质要求非常高 龙四定型的时候 我们就是这个越野路 就是在这个 在上面 山上面 当时是 突然之间 转向美了 当时就是凭经验吧 也是直接就简单 不停地简单 然后正好前面一个树给挡了 程世健是试验大队 经验最丰富的驾驶员 1998年入伍后 他就来到试验场 2015年退伍 到了地方一家企业 但他始终无法割舍 对军用车辆试验鉴定事业的热爱 不久前 他又回到了这里 成为没有军衔的老兵 基本上这条路 哪个坑 哪个地方有坑 哪个地方有湿的 从哪里过 开什么车型 从哪里过 基本上都很清楚 车辆完成越野路试验后 接下来还要进行一系列测试 高级工程师李立平 带着监测仪器 实时观察数据 他一直负责 猛试系列车辆的试验 目前已经完成了 14型猛试车辆的定型工作 今天试验的这些新型猛试 前期经过了性能试验 和高原高温地区的 试用性试验 目前进入基本性能的 副试阶段 这个项目是制动试验 要求驾驶员分别在 时速30公里和60公里的时候 踩刹车 测量制动时间和制动距离 你看上次6.9这次6.5 我们按国家标准规定是 应该是正反方向各做一次 两次必须要基本一致 在误差范围之内是合格的 经过反复试验 新型猛试达到标准 通过了这一项考验 但反复踩制动 对驾驶员和试验员 都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除了场外考验外 车辆还要在实验室里 进行淋雨试验 来自车辆上下左右 前后六个方向的水柱 要持续15分钟以上 检验车辆密封性 我们测试叫车辆的 防雨密封性 就是在下雨的时候 我们检查一下 它的密封性 有没有达标 高低温实验室 要求车辆分别在 70摄氏度和零下 41摄氏度的环境下存放 检验车辆能否正常启动 我们负责的型号 很多次是要把车辆 就是说打回去从来的 你只有回去重新的整改 整改完了 重新再来我这做一轮实验 然后我认为你合格了 我才给上面请示 从性能试验 可靠性试验 到专项性能试验 再到后续一系列的试验 一辆车的定型 正常需要一年的时间 对于这里的试验员来说 他们大多经历了 从一代到二代三代装备的跨越 我们在做三代车的时候 就发现它的车辆的可靠性 就比二代要大大的高了很多 最直观的就发现 它的故障数会越来越少 然后它的车辆的性能 会越来越好 比方说它的最高车速 它的加速性能 它的爬坡的动力性 都是比二代车要强 随着装备的更新换代 试验的手段和试验的方法 也在不断改进 我刚来单位的时候 大概一年有三四个 型号的实验任务 当然每年 就军车实验这块 大概有个十几万 二三十万的公里的 这个实验里程 但是到去年 像我们的实验任务 有110几项 像每年的型号实验任务 发展到现在的三百万公里 二十年时间 大概有十倍的增长